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次受八关斋戒 然后紧接着24小时 一日一夜念佛 另外 在嘉义 也有念佛一日 在高雄 也有念佛一日 其他的地方 也或多或少 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今天在 主北 也是以 实修 为主题 来讲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 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 依止善知识实际上 也还是要实修 依止善知识 不是依止善知识玩 大家知道 肯定很清楚 因为所有的修行都必须落实 如果不落实 在佛法里叫戏论 就是玩 玩了半天呢 没有用 把时间耽误了 好 虽然我们不是直接讲经 但是还是要念一个开经记 请各位合掌 大家和我同声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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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识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一指善知识 一指两个字 可以是一个名词 也可以是一个动词 比如说一指和善知识连在一起 一指善知识 这是一个词 但是一指善知识 也可以一指是动词 善知识是名词 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一位 可以依靠他来修学佛法的知识 好知识 正确的知识 这个知识是人的意思 它就叫一指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也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 就是诗 叫一指识 原来我讲呢 这个识 在中国人的范围里边 理解比较广泛 只要能够对我们有好处 帮助我们的都可以叫识 因此呢 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开始有启蒙识 启蒙我们学佛的老师 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 也可能是你的兄弟姊妹 或者是你的同学 同事都有可能 他引导你进入佛门 他最初教你一些很粗浅的东西 好比仅仅教你如何拜佛 如何到寺庙里面怎么上香 这都可以叫做启蒙老师 然后修学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就皈依三宝 虽然对皈依的意义 未必就了解得那么深刻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成为佛弟子 这个叫三皈依的老师 但是要注意啊 我们的 我们皈依的 是佛法僧三宝 因此叫三宝弟子 不是某一位 皈依的对象 我们皈依的 依靠的是三宝 不是某一个人 就算依止善知识 不是依靠善知识 依止他学习而已 依靠只有三宝 因为三宝为周行 只有三宝是永恒的 一个善知识 或者一个老师 他不可能永恒 我们做佛事的时候唱 南无大圣常驻三宝 三宝是常驻的 因为这个大僧团 尽虚空变法界 永远都存在 佛永远存在 因为成了佛以后 不会再有生灭 不会再有生死 当然永远存在 既然有佛 佛就说法 佛法也是永远存在的 再说一切法都是佛法 不懂就不是佛法 懂了没有一个法 不是佛法的 僧团 僧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有大有小 五个人 五位比丘组织在一起 六合境 也叫一个僧团 整个地球上 所有的僧人 所有的已经正德圣道的 贤圣僧 乃至包括在家的修行人 如果正德圣道的话 也可以叫菩萨僧 这些人 在娑婆世界 也是一个大僧团 在地球上 也是一个大僧团 再扩大的话 尽须工变法界 所有的这样的贤圣僧 出家人 都是一个大僧团 当然是永存 不可能灭掉的 所以一指三宝 是一指这样的三宝 因为他常住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误解 某一个师父给我剃度了 他是我的师父 因此 我就归于他 这个说法有问题 因为归于是归于三宝 而不是归于你师父 师父只是一个介绍人 介绍你 给你做证明 你曾经归于三宝 你已经是佛弟子了 如此而已 当然 你也可以 一指他继续学习 也就是 你的剃度师 和你的一指师 可以是同一个人 你的归于师 和你的一指师 也可以是同一个人 这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 要把这里边的一些区别 弄清楚 不要太糊涂 否则的话 就会感情超过理智 我们很多人 学佛的时候带着感情的 那么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 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 比如说阿南 佛问他 你当时为什么出家 他说我看佛长得漂亮 庄严 就因为这个 没别的 因为阿南已经是32相 长得奇美无比 可是阿南看到佛以后 他认为自己差远了 他还要再漂亮 因此他要出家 这个也可以 不管你什么原因出家 只要修行 作为一个入门 引导 是完全可以 但是如果你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不能够再往深入发展 那就很可笑了 所以第三种呢 应该是剃度诗 第四种应该是授戒诗 给我们授八观摘戒的 授五戒的 授菩萨戒的等等 出家人游 沙弥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等等 这些都是授戒诗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个诗 就是我们不太熟悉的 那就叫一指诗 也叫一指善知诗 根据我的理解 这个一指善知诗 也并不一定 从现在一指他 就不能再换别人了 就必须一直一指他学习 任何其他的人 都不可以再听了 也并不见得是这个意思 因为一指善知诗 你一指他学习某一个方面 好比说戒律 因为这位善知识精通戒律 自己持戒经验 他在别的方面 不一定样样都行 好比说做佛事 也许他就不怎么内行 那你要学习做佛事这块 就需要另外再一指一位善知识 同样也是你的一指善知识 但是你一指他不是学习戒律 而是学习做佛事 因为度众生嘛 一定要做佛事 另外你一指另外一位善知识 学习讲经说法 可能这两位善知识 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你必须要再一指一位 根据你的时间状况 你可以前三年一指一位 后五年一指另一位 再往后再领指 一指信的都是可以的 如果自己精力旺盛 可以同时一指两三位 就跟我上学一样 上午我学这个课程 下午学那个课程 晚上我学另外一门课程 也未尝不可 并不是善知识之间 水火不能相容 你一指了他 算了你去跟他学 不要跟我学 那这个心量太狭窄了 就不够善知识的资格 善知识往往是 你跟我学得差不多的时候 提前就会告诉你 我再教你三个月 该学的你就全学完了 我没东西了 我推荐你学习另外的内容 我给你推荐几位善知识 你自己看看 姻缘怎么样 你去会见会见 我来推荐一下 因为姻缘很重要 你在想学 人家没时间教你对不起 对吧 你现在你说找星云大师 我要拜你的一指识 星云大师说我太老了 身体也不好了 没有精力了 寺里边的事情 整个佛光山系统的事情 我已经教给下面的人了 不行了 我要最后精进地念佛 或者参禅了 那你再仰望也不行啊 他没时间教你了 还有 像海涛法师 你说要一直他学习某一个内容 海涛法师说 不行啊 我在世界各地平凡地跑 你能跟着我吗 不可能啊 我也不能允许你天天跟着我 我们是一个团队 而且经常来会换一换的 你 我有钱 有钱也不行 有钱我也不能让你老跟着 不可能 所以这个也不行 但是如果说是海涛法师身边的一个比丘 海涛法师走在哪里 他就跟在哪里 他说 我拜海涛法师 你为我的医治师学习 什么什么 海涛法师说 可以 为什么 你本来就天天在一起 差不多就属于医治的关系 所以医治和被医治的关系 必须是 两方面都能够契合 如果不契合 不行 善知识看上你了 你那么聪明 那么能干 那么有智慧 善知识心想 教你这种人比较容易 可是你说 师父对不起 我不想跟你学 我想学世间法 或者我学佛法 我想学另外的东西 那你也没有办法 跟这个道理一样 所以选择一个师父容易 选择一个医治师 却不容易 有本事的人 他选择一般的徒弟可以 他选择因为能医治他学习的 把自己的东西都交给对方 这个也不容易 可是 医治善知识 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懂 这一 这一个方法 那你可能荒废很多宝贵的事件 我曾经给做生意的人说过 这是世间法 做生意 好比说 卖服装 我说你们现在这些人呢 都不懂得要找老师 你要找到一位 做了一辈子服装生意的人 做你的老师 让他指导你 当时是一位女众 我说你最好找一位 退了修的男众 他经验丰富 年龄相差又比较大 别人不会有什么 不会乱说话的 你也不是图什么利益 他一定会 他也比较退了修 比较有时间 我说他完全可以知道你 我说你要做生意的话 那对 对他来说教你太容易了 你从来就不懂得学习 靠自己摸索 别说摸索几年 摸索十几年 几十年 你未必就能摸到那条路 佛法绝不比做生意简单 要没有善知识 你下摸 你摸到什么时候 好比说念佛 我想我念佛 前世一定有一点善根 因为没人教我怎么念 我就是看书 看完书以后 我比较注重时间 我不会就停留在书上 我一看书里面介绍什么 我就想有时间 我要去实践 所以我就上山了 上山就专门念佛 现在给大家讲 就是因为有这个念佛的基础 要没有这个基础 照本宣科 你们喜欢听吗 也不见得喜欢听吗 很多人讲 也讲念佛法门 你听他讲来讲去 实践的经验不足 讲不出很多很实际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道理上懂 但是实践不够 不能说他一点都没有时间 那肯定有 你像现在有的人说打佛仪 打佛仪 我打佛仪和一般人不一样 我不要很多法师在旁边 敲法器 拿我自己本身来说 一见法器都不敲 完全不需要 因为大家念佛 本来就念得很整齐 那你要法器干什么呢 法器是因为不整齐 所以才要用法器 是为了大家步调一致 我们又不转换 不从六字转到四字 不从慢版转到快版 我们从始至终就是一个速度 一种念法 因为要想功夫成片 就只能这样 你换得太多了 那么成片成哪个呢 哪件事情成片呢 修订它规定的 它的规定就是心一净性 就一个境界不变 就攀缘着一个境界 就是说非常枯燥 非常无聊 你要想修订就不能怕枯燥 不能怕无聊 就是一个境界 一直攀缘到底 心拴在上面不动 这就修订了 订就不动摇 那你心一会儿这个 一会儿那个 就像演节目一样 要转换不同的节目 因为我们的心是乱的 所以喜欢转换 心要订的不需要转换 也不能转换 这样才能修得定力 所以呢 也不需要其他的人帮忙 就我一个人够了 我起枪以后 我连麦克风都关掉了 大家的声音很和谐 很好听 就够了 一边轻轻地念佛 也不用长得扯着嗓门子吼 轻轻地缓缓地念 一边的听大众念佛的声音 就好了 然后转换方式呢 就是累了 不要出声了 几个人不出声没关系 你累了 你不要出声 你不累了 你小声出 也不要挑高调 影响大家 所以善知识 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 它有真实的才能 否则的话 你跟它学习几年 你学不到东西了 它把你时间耽误了 它会设很多虚的东西教你 它也不太明白 但是它必须装它明白 否则因为它是老师 它装它明白 你又不懂 你就被它哄了 哄了几年下来 时间耽误了 没有学到东西 最后你离开了 你耽误时间了 所以说 一直是不一定要有多大的名望 但是要能够真实地解决你 修行路上的种种疑难 因此我不论在电脑上讲经 还是实际讲座当中 大部分时间都会 不是 大部分的时候都会留一定的时间 让大家来提问题 不论是理论上的 还是事项上的 还是世间法上的 有些问题 你也可以问 这样的话 造成一种互动式的教学 那一指善知识的话 你必须这样教学生 否则你满汤罐有什么用呢 另外 我教人的话 我还要检查你 你不问我问题 没关系 我会问你啊 没那么便宜 这堂课就上完了 一般都会留很多作业让你做 你别想闲着 今天上午学完了 你一下午一晚上都闲不住 因为你问题弄不懂 你怕第二天考你啊 第二天学习之前先要问你 上节课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呢 所以学习也比较累 不容易 你要想办一个人做一指师 没办法就要听他的 你要不听他的 那俩人谁是老师呢 起不倒过来了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下面的法师或者居士 他就让我随他的缘 我会随的 我随你的缘 我很轻松 但是你学不到东西啊 我设一个方法教你 你不听 我再换一种方法教你 你还不听 第三遍我不教了 我随你了 你说不学好了 那也别学了 你说学别的行 学别的吧 结果我的东西你不会学到的 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一指一位善知识 你先要有一个心理 心理准备 就是你是学生要听老师的 老师错了你也跟着学 因为未必就错了 是你认为错了 你要学习一段时间才会知道 所以不要着急马上拜师 先试验试验看看 然后再说 再做决定 这样比较好 一般来说 都是一个阶段上移植 当然如果这位善知识 知识比较全面 他的智慧比较深立 你可以从现在一直一直到你死的时候 就一指一位也可以 并不是不可以 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各方面都优秀 当然你就可以 另外呢 根据中国的传统 善知识要有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是以满十下 明了四项无法等作为 善知识的一切条件 就是说 他出家的时间 受戒的时间 应该差不多够十年 十年以上当然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初学的人历练不够 经历的事情太少 好比有的人 跟一位刚出家不久的人学习 他自己还没有经历很多的事 碰到的事情以后慌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你一直他怎么学 当然这不是一概而论的 这是普遍的意义上讲的 有人也许不到十年 可能会超过十年以上 其他人的水平 这也完全有可能 不能一个二论 大概差不多要有 同等的历练才可以 经历过很多事情 不完全是书本上的东西 你像念佛这件事情 你翻遍了所有的经典 所有的书 他也不会像我在实际当中 教你那个样子 因为任何一门技术都是这样的 书上写得再详细 跟实践还是有距离 电话教学再好 那老师在电脑上 电视上 屏幕上讲课讲得多好 还是要有实际的老师 跟你问答 回答 知道 不可以没有 任何电话教学都不可以是 只在屏幕上进行 那是死的不是活的 虽然都是最优秀的老师 也不行 除了时间以外 就是说 这位善知识应该 有真才实学 可以让学生能够学到东西 一般来说 大家如果有一定的经验 就是说 这一位善知识教你 大概不见得需要很长时间 你就能够感觉出来 可以跟他学 因为他有东西 在很短的时间内 你就会有比较大的进步 好比说 我教人念佛 我不用教你几年 我教你一天 你就知道了 一日一夜 二十四小时念佛 或者大家打一个佛语 我从早晨教你到下午 你基本上就知道了 因为实际上并不复杂 没有那么难 如果没有真才实学 不是经过来的人 他可能绕来绕去讲很多 结果你也摸不着头脑啊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比如说大家理解 无鱼涅槃这么一个词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你就从头到尾都明确 第八是单独存在 就完了 我绕那么多干什么 这句话你从字典上 你要能见到才怪的 你去翻书 你去翻 没人这样讲 本质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前七世都消灭了 前七世一消灭 外面的山河大吉日月星辰 跟你统统没有关系 人不见了 你是谁 第八十是没有自我的 因此解脱了 没有烦恼了 因为根本你这个人就消失了 这就叫无鱼涅槃 一语就可以给你道破天际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能勤教授 既具卑 肯认真负责的交弟子 愿意慈悲涉重 而不起 不起盼重援 当老师的本身就是榜样 你自己要做得好 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你好比海涛法师 他的悲心 每个人随时 随地可以感受到 他不单是语言上教你 身体力行啊 他在努力地做 你看他那个榜样跟他学 在这方面 学悲心方面已经够了 如果一个人教你是一套 自己做的是一套 那你跟他学干什么呢 另外教学生要有耐心 现在有不少人在网上给我写日记 不是 就是写自己的修行日记 给我发过来 让我给批感 仅仅是格式 电脑的格式的设置 我虽然电脑不怎么样 可是我语文比较好 我一律要求按照传统语文写日记的方式来写 不允许你胡写 好比说要分段 每一段的开头要退后两个格 其中两个格是空着的 现在电脑上人写都是顶满格 另外黑乎乎一大片不分段 这个不行 我就会给你一个样品 照着这个样子 会学习的人 只要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自己一天天天醒 年月日什么的 一段一段分开就好了 有的人奔到十几次 二十几次 我还在给他改格式 我要有耐心 我要没有耐心 他就不干了 他就跑了不学习 但是他就不想一想 这个老师他多费力气 给你改来改去的 你要差不多 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最后他写的日记是什么 每天日记给我发过来 往昔所造猪恶业 皆有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一之所生 一切我竟皆忏悔 这就是日记 这样的日记我不给改 因为你没有变化 你这叫忏悔吗 忏悔什么呢 往昔所造 往昔所造什么了 你知道你造了什么了 但是只要他下面还有一句话 问个问题或者写一点体会 我还是给他批改 这个并没有和他建立 什么一指不一指的关系 他如果拜我一指时 我绝不守 这样的学生我不要的 我不教你 因为没办法教 这样的人没办法教 中国话都听不明白 我怎么教你 没办法教了 第二步 就是不能够有太多的错别字 你写一个错别字 我在后面打一个方阔虎 然后我把正确的写道里头去 你看这一篇日记下来吧 到处都是 我那个是蓝色的 那个满篇都是蓝点子 那下次你是不是应该减少点 如果你这样一直下去 那你对老师什么态度 你写完了以后 很多人字和字之间 有的时候不小心打空格 空格流出来就太多了 看上去缺东西 我一个一个的全给你补满 然后提醒你 我说你写完了以后要检查一遍 错笔字检查一遍 那把那空格去掉 下次来了还是这样 整个教室坐得满满的 过去的教室差不多六十平方米 坐得满满 人太多了 老师照顾不过来 现在好小班 像外国的班大概十几个学生 甚至五六个七八个学生 最多可能也就二十几个学生 小班每个学生都能照顾到 我要问问题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问 六七十个人你该问谁 当然可以抽查 所以 一只是 他收学生的时候 不可能收很多 如果说 我有一百个 几百个吹牛 这一定是个骗子 因为你照顾不过来 没那么大精力 他只能收几个十几个而已 这几个他答应是 你是我的医治的学生 我教你 其他的都是普遍的 而不是医治的 不可能照顾不过来 那就说真的是要手把手地 教东西才可以 这些学生当中途走了可以 走出一个空额 可以再偏进一个来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你不可能说 我有多少 那只是弟子 并不见得是医治弟子 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医治 一位老师 你要问问他有多少学生了 到底行还是不行 那如果前面医治学生 空出空额来了 好比说岁数大了 已经死了 好比说那个人 已经修到很高的程度了 又找别的老师 修别的方面的东西去了 可以 你可以医治 我今天因为是这个题目 我讲这个内容 因为很多人都不懂 你问他学佛就是学 然后你问他本修法门是什么 不知道连一个本修法门都没有 然后你问他医治师是谁 他说一大堆 那都不叫医治师 那叫皈依师 因为有的人先皈依这个法师 所谓啊 你弄错了嘛 叫皈依这个法师 其实都是皈依三宝 先皈依这个法师 那位皈依正 然后听说那个法师名声又挺大的 来 再皈依一次 然后再皈依一个 拿出一大堆皈依正 这哪个都不叫医治师 不是医治师 也就是说 他根本就没有一位老师手把手教他 他从来没有 另外医治师也不一定非要是法师 居士也可以 家里边的兄弟姊妹也可以 只要他能教你就可以 如果是一位大法师 他没有条件教你 那你也白答 那个也不能构成医治被医治的关系 下面一个问题是 哪些人需要医治 第一 和尚命中修道 或决意离开 而不再涉重 其未出道的弟子 须另求医治 和尚岁数大了 要舍报了 没有办法了 如果你已经学得很好了 没关系 像六祖大师 当时有很多人跟他 一直学到他缘体 他没有缘体的时候 这些人不到四方红化 不走 就跟他一直学 因为他有东西 学也学不完 一直要跟他学 最后六祖 要建塔了 要走了 要视线缘体了 那没有办法 或者自己去红化一方 自己本身已经开始做善知识 或者呢 另外再找一位善知识学习 如果学好了 那没关系 如果没学好 要准备着 另外再找一位 继续学习 也就是说 真正会学习的人 不可以没有一位 以止善知识 如果你一位都没有 哪方面都没有 那你要考虑考虑 自己不善于学习了 如果以前不知道算了 我讲过以后 你还不知道 那你就有问题了 第二 弟子离师远去他方 包括另求圣缘 另求医治 由于某种原因 弟子离开师父 好比说 老师的内容学完了 这部分内容学完了 比如说有的人 医治一位善知识 学泛拜 平常经常用的泛拜 都唱得很好了 那就不用医治了 现在这方面完成了 我要医治另外一位 善知识学新的内容了 可以离开 当然他要再找一位 善知识 因为他已经腾出 一部分时间来 可以再学了 还有就是 发现老师 修行有问题 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 跟他学不到什么东西 毅然决然离开 再寻求真正的善知识 关键是这个诗 他有没有真实的东西 可以教你 不见得求老师的某些 晓得过错 因为有的人 他是有别的毛病 当学生的不看老师的毛病 只看他的好处 因为我们跟他学 绝对不是学他的毛病 我们是学他的本事 你要老看毛病 你会被这些毛病所障碍 然后你不学习 那你就舍了大利益 如果你说 我能找到一个 比我这师傅更好的 他不但有学问 有知识 有道德 他的修行好 而且没有毛病 那好 你可以离开这个再去学 也未尝不可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 找到更好的 舍了这个以后 你这个学业就会荒废 那你要注意了 你不可轻易离开老师 因为他的东西 你没有学到 你不要看他那些 小的粗 不要看 闭着眼睛 没看到就算了 第三 学戒不满五年 需继续医治 如果我们出了家 受了戒 要学戒五年 按理说 这学戒五年 是在受戒之前学 学完五年以后 才可以受戒 可是现在不然呢 为什么 给大家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因为当和尚的人太少了 你哄着让他别跑 他要还俗啊 你要求严格 那就没人了 所以呢 就忘低降条件 剃了头就去受戒 或者呢 两年或者一年 就要去受戒 乃至半年就受戒 我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一月份出家 五月份受戒 到了这场 三十七正子讲什么 都是南方人 我给大家说良情话 我一个字也没听懂 我本来唱赞的 唱得很好 他唱的什么赞的 我居然连他唱的是什么 我都听不出来 我们北方唱得比较快 南方人啊 一个字绕来绕去 我早就晕了 我就记得反正 说跪下我都跪下 反正一直到把那个 乞丐跪破为止 底下都出血了 就是那个在院子里 水泥方砖这么大 上面又打了九个格 那个小砖 没有什么垫子啊 没有拜堆 什么都没有 最多能把我们那个 坐距叠了以后一个长条的 几层布就往那里一跪 所以有一些身体不好的人 他就跪着 但是坐下去了 我当时还算可以 始终也没有屈服 我就一直跪到底 所以下面都破了 如果这样的人教我学界 我能学会吗 语言不同听不懂啊 后来我又见到一个比丘尼 一个人要出家 跟他要让他给剃度 就找了几个地方 没有就不给剃度 他就把他剃了 剃了以后呢 马上就送 正好赶上有戒场 马上就去受戒 受戒就回来了 我们在一个寺庙里面 主持法会 敲木鱼吧 对吧 我在那里敲大庆 当维诺 你这个弟子在旁边敲敲 敲敲小木鱼总可以吧 什么都不会啊 不会敲啊 穿着僧装 已经受了戒了 什么都不会敲 那我来教他 又碰到他很笨 若人一了 只这个了字敲得轻点 他都不会敲轻点 这样怎么可以去受戒啊 怎么可以马上就剃度 我们收弟子严格地说 最少要有一年和师父和僧团共住 做行者 像孙悟空猪八戒 这都是行者 还没有剃度 住一年以后 再互相之间看 行不行 出家的时候 要全部僧团同意才可以 是僧团给剃度 而不是哪一个师父剃度 可以在你的名下 但是僧团都要同意 因为你剃完以后 要跟大家在一起的 那如果什么都不会 怎么可以 或者底下师兄弟都不同意 都不愿意 那剃了以后能团结吗 所以现在都乱套了 乱套那么多的事情 我们管不了 我们怎么能管呢 因为有些老和尚 说的好听点就是慈悲了 没有地方剃 好 我给你剃 但是告诉你一句话 剃了以后别在我这住 他也受不了 剃了以后爱上哪上哪去 他就是慈悲管给你剃头 剃了他不管了 这样的人我也听说过也见过 你要一直这样的人学 你能学到东西吗 是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这样的话 你是一个认真的修行人 你就要自己学习 可是没有受戒是不可以看戒律的 你怎么学习 你只能先学习可以看的 居士的戒律都可以看 那么沙弥的戒可以看 菩萨戒可以看 那你先学习这些 学习好了 好多道理是相通的 那就问题不大 等你受了戒业后 你回来 你再加点学习 这要靠自己修学了 当然如果你能够找到 讲戒律的善知识 那就太好了 因为戒律没那么容易学 你看看世间的法律多复杂 佛教的戒律就有多复杂 只不过一般人不重视就算了 讲起来那个内容极其丰富 我们在家的居士 要从在家的菩萨戒上 多多的下功夫 因为这个是没有任何保密的 可以学 其中有一部经典 专门讲在家的戒律 游菩萨戒经 要反复学若干辩 这你在戒律上 就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如果能够一指一位 能够讲游菩萨戒经的 讲戒律的 讲菩萨戒律的 在家的 那你要跟他好好的学若干辩 否则的话 三学戒定会戒你就通不过 后面怎么修学呢 第四 不按教纲的 即使受聚足戒已过五年 不善疲你 不能自立 不能立他 进行医治 若百辣不知法者 应从实辣者医治 这是说选择师傅不能广看年龄 他虽然岁数很大 可是他不懂 他没法教你 那么你可以一直出家受戒 十年这样的人学习也可以 他受戒已经一百年了 不能跟他学 因为他什么也不会 真有这样的人 修行很好 没有问题 不会讲 你跟他学 没办法 他也教不了你 你也跟他学不到东西 没有办法 第五 若于若知 即大罪不犯 过失不断 性力吃慢 也知依法喜颤 知非真正 必须有一止事 得以医治 就是说 有些人自己毛病很多 自己如果不一止 善知 根本很难改掉自己的毛病 吸气 不知道怎么落实修行 这样的人 你必须要求到一位善知识 有的人说 我知道去哪里找 首先你要有这个心 你连医治善知识 听都没听说过 你怎么能找善知识 第二 你知道了以后 到处观察 你有这个心就好了 就可以观察 第三 你求佛菩萨 加持 离开善知识 现在有些年轻的出家人 刚出家 没有办法 为了受戒不敢离开 因为到一个新地方 认识你就需要时间 也不会马上给你开条的 让你去受戒 轻易不敢离开 受了戒以后 能够回来 给师父展大鞠 拜一拜 然后就走掉的人很多 因为什么呢 想逛一逛道场 看一看 找一找 什么新的朋友 找一找名气大的师父 看能不能弄个传承 弄个法卷玩玩 这样的人不少 到时候呢 果然弄了个法卷 喜形于色 高兴得不得了 一说 我是某某宗某某派 递多少代传人 现在人们 就跟我们世间的人 弄一个大学文凭 我的老师是某一位教授 非常有名 跟这个道理差不多 追求这个虚名 你不拍手问一问 你是不是学到真东西 你有可以 你没有 那就是一张纸 没用啊 你现在你说 你有多名声 人家让你到单位工作 你做不来 老板会要你吗 哪一个老板 都不会养闲人 所以一定要学到真东西 如果还没有学到 不可以轻易地离开 下面说 在家种呢 有二种情况 一 学法者须终身医治 即使证得阿罗汉 尚且不离医治 在家人要想修行正果 不可以离开善知识 一定要有医治 善知识 来跟随学习 这里说 乃至已经证了阿罗汉 都不可以离开医治 为什么 你只证了解脱 你没有证 道种治 你只有解脱的智慧 大圣成佛的智慧 你没有 当然要继续学习 二 若一只是命中 修道远去 或自己因故远去他方 需另求医治 师父 有一些因缘 不得不离开 走了 你呢 没有办法 你在这地方 工作啊 有家庭啊 你不能随时而去 怎么办呢 想办法另外再找一位 医治师 我的因缘很好 就是说 可能往昔 是出家人 修行 跟有些人 有善因缘 我出家很晚 遇到佛法也很晚 但是 命还比较好 我在出家之前呢 我有两位 善知识 现在知道 差不多相当于医治 地位善知识 是我在医院 得病的时候认识的 我从他那里 得到了 佛法最起码的 这种启蒙 他给我一点点资料 让我看 教我佛是怎么回事 最初的 但是呢 去跟他学得比较远 坐火车 要坐三个小时 才能到他那个城市 这个不太容易 另外一位呢 后来找到 就是跟我一个小城市住 这就方便多了 我经常到他家去 请教他 两个人一聊聊的半夜 这两位善知识 我出家以后 他们也相继出家 我们都在一个寺庙里 这是好姻缘的 所以一定要有善知识 没有善知识 我们看到有些人 因为 第一 没有道场射授 第二 没有善知识射授 第三 没有同修射授 就是没有共修啊 自己散兵拥用 自己修学 很多人本来可以 一直进步 然后中途 中途 碰到挫折以后 不知道怎么办 退了 不见得一败涂地 一泻千里 但是你再往上走的时候 有些过失可以弥补 有些过失不可弥补 没办法了 这一世只能就这样 好比你断了一条腿 难道你还能再长出了一条腿吗 只好下一世了 下一世投胎 可能还是两条腿 这一世没治了 就一个半腿了 没办法了 长不出来了 有些错误一旦犯了以后 就不行了 那个污点永远在你那里 靠这世的力量 消除不了这个业障 没有办法了 所以一定要依靠 善知识的射授 这样的话 你有了苦恼 有了困难 有了什么地方 你可以去求善知识帮助 善知识可以帮助你 它有能力帮你解决 就算它在某一方面 能力不足 它可以找人帮你解决 就像最近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位 任秀法师 任秀法师 他是一位什么善知识 他家传就是学医的 就是看病的 也会做药 他自己又上高等学校 大学毕业 然后又在医院实践多年 后来呢出家了 出家以后 他这个悲心很大 跟海涛法师一样 就像治病救人 而且确实医术精良 表面上看不出来啊 长得非常普通 说话也不善言谈 可是就治病了不得 而且呢 善于治疑难病 比如说现在 攻克不了的糖尿病 一到他手里 马上就发生巨大的转变 速度非常快 很多人不相信 拿他的药以后 就一定要去化验 化验半天 几波人去化验 化验出来以后 没有任何需要的成分 但是效果就是那么明显 比如说 你是我的医治的学生 结果你得了糖尿病了 可是我可以找人给你看 我看不了 我可以找人给你看 好比说你有戒律上的问题 我不精通戒律 可是我们师兄弟 有精通戒律 关于这个问题 让他来帮你解决 不就得了吗 善知识有这样的 融会贯通的好处 如果你没有 那你就苦了 你去找谁去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找到 来拜他做医治师 态度要非常谦虚 因为很多人 你求他少了 他就不答应了 因为他确实有困难 可是他看你非常支撑 他就有可能答应你 另外呢 善知识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不同的分类 也顺便给大家介绍 好比说 外户善知识 也叫善知识 但是它不叫医治 我是顺便给大家介绍的 刚才我们介绍过 启蒙老师 启蒙善知识 受计善知识 皈依善知识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 医治善知识 那么这个善知识 还有什么类型呢 外护善知识 是大家的护法 他来护持你 好比你要闭关修行 他答应 一直护你到底 就算他有事 他会安排另外一个人 绝对不会中断护持 我自己当时在山上闭关的时候 有人发愿就这样护持 不过呢 在家人真的不容易 我是在一个山上 在家人怎么可能住到那里护持我 还是寺庙里边有一个老和尚 他说他来护持 后来中间呢 他就走了 他走了以后 他的弟子继续护持 他的弟子后来也走了 就原来这个寺院的那个老和尚 他继续护持 总而言之 他们换了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见人的 这个护官的 他拿来吃的东西 他放在那里 他走了以后 你才出来拿这个东西 两个人不见面 如果是官房里边 那就更严格 有一个送饭的一个小洞 两边都有门 你打开门 把饭送进去 把原来的空碗收走 然后你走人 他听到有动静 知道送来饭 过一会儿 没有声音了 说明这个送饭的人走了 他才从那边把门打开 把饭拿出来吃 两个人面都不见的 他这里给我护官 换了人我根本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出来以后 我才知道他们换了人 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人来护持你 这叫外护 当然了 除了外护以外 还要有内护 所谓内护就是 你在官里边有了问题 他能帮助你解决 一般这都只过来人 有修有证的 自己也闭过官 有体验的 知道你出什么毛病 应该怎么办 在闭关之前都应该晓得 我当时这个没有 但是我在入关之前 我学了一些东西 知道专修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万一出了问题 应该怎么办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要是阻碍 我if尽 要是阻碍 我 现在 没 我 那 出席